各位观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,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 天方一,鸡蛋壳内膜把鸡蛋的内膜小心地撕下来,然后贴在鼻子上,等干后撕下来 这是大众都知道的方法,但很方便食用,你不妨一试 天方二,蛋清鸡蛋是个宝,不仅内膜有很好的去黑头效果,蛋清也一样 打开一个蛋,将蛋白与蛋黄分开,然后将化妆棉进入蛋清,稍微立干后贴在鼻头上,15分钟后清洗干净 天方三,眼首先把脸洗干净,趁皮肤没有干透,用适量食盐涂在鼻子上打圈按摩,待10分钟后用清水洗干净 注意,脸部有伤口的肌肤慎用,会容易过敏 天方四,绿泥将毛孔尽可能清理干净,然后敷一绿泥,一周做一敷二次,毛孔就能保持清洁,不会再容易积聚污垢,能减慢黑头形成的速度 天方五,米饭米饭可以去黑头你不知道吧 捏一小团米饭在鼻子上揉,饭团的粘力会把鼻子上的脏东西带下来,10分钟之后用清水洗净 捏一小团米饭在鼻子上揉,饭团的粘力会把鼻子上的脏东西带下来,10分钟之后用清水洗净 天方六,冷压橄榄油,橄榄牛不仅可以护肤还可以去黑头,清洁面部之后用橄榄油按摩鼻子上面的黑头 按摩结束之后,再清洗肌肤之后擦收脸水 按摩结束之后,再清洗肌肤之后擦收脸水 可以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、医学等领域 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、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